本文刊答于中国经济周刊,2018年第29期,7月16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,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.8%,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,稳重向好的发展态势,转型升级成效明显,新动能加快成长。 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商务部、国资委、海空总署、税务总局等部门近期也陆续披露了各自领域的半年报,从已经公布的数据看,今年以来,多项指标文中有声,表现亮丽,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亮点在哪儿? 密集发布的大量数据中,透露了哪些新信号?中国经济中刊成为专家详细解读时向重点数据,数据一,GDP增速6.8%,连续12个季度,保持在6.7%至6.9%区间,中国经济有热性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初步合算,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,961亿元。 马克比价格计算,同比增长6.8%,其中,一季度同比增长6.8%,二季度增长6.7%,已经连续12个季度,保持在6.7%至6.9%的区间。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勇军,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开记者采访时表示,这体现了中国经济庞大规模下的稳定性,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,前在经济增速降低后,波动区间在缩小,平稳增长的特点更加明显。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,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更强了,而这样的韧性又为高质量发展,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供给供性改革取得的成效,也来自更加精证有效的宏观调控。 中国当前处在新兴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,经济新动能提升,新产业,新业态,新模式不断涌现,传统产业也呈现出加快升级。 中国还处在加快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,消费日起到经济稳定发展压仓时的作用。 数据二,高技术产业增加值,通比增长11.6%,新动能成为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。 上半年,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,通比实际增长6.7%,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.1个百分点。 工业增长总体平稳,其中,新动能快速增长是突出亮点。 代表技术进步,转型升级的三管产业和产品增长较快。 从目前来看,工业发展仍处在平稳增长的区间。 与此同时,我们更应看到工业结构的改善。 数据显示,高技术产业,装备制造业,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,分别同比增长11.6%,9.2%,8.7%,分别高于整个硅模以上工业4.9%,2.5和2.0个百分点。 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,比如新能源汽车、工业机器人、集成电路、太阳能电池等。 产量都有较快增长,这些都折射出新旧动能的转换,新旧动能保持快速增长,新旧动能加速转换。 对于中国经济管中向好,起到了很好的正面作用。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算司司长董李华在署名文章中谈到,上半年,新动能持续快速发展,成为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。 企业转型升级,提值增效活动的累积效果日益明显。 新产品新业态持续活跃,无效供给持续退出,行业内生产经营环境明显改善,企业经济效益好转,市场竞争力提高。 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基本面又比较明显的改善。 世界知识产圈组织7月10日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显示,中国排名第17位,首次机身全球最剧创新经济体前20名。 这印证了中国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。 数据三,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78.5%,消费成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引擎,新消费蓬勃发展。 从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来看,上半年,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8.5%,资本形成总额为31.4%。 货物和服务进出口,为负9.9%。 董李华表示,与商年同期相比,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,上升14.2个百分点,充分体现了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。 表明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。 毛胜永介绍,从新需求、新消费来看,服务消费再加快增长。 旅游、健康、养老、教育、文化增长比较快,食物消费力升级类的商品增长也比较快。 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、铜血器材类和化妆品类,同比分别增长10.6%、10.6%和14.2%。 数据4,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.4%。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持续向好,投资耐生性增长能力增强,上半年,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7,316亿元,同比增长6.0%、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.5个百分点。 其中,基础设施投资,同比增长7.3%,增速比一到5月份,回落2.1个百分点。 张立宣表示,在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所放缓的同时,还要注意到,投资耐生性增长能力在增强,上半年投资中,市场调节,企业为主体的投资增速普遍回升。 例如,制造业投资增速连续三个月提高,一到六月份同比增速较一季度提高三个百分点。 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9.7%,明天投资同比增长8.4%,增速均较上年同期提高1.2个百分点。 这些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大,其恢复增长的态势,表明投资增长希望的基础已经形成。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放缓,张勇军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,预防半化解风险,严控项目合规性,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有一定关系。 这些因素客观上会影响到投资的资金来源。 同时,地方政府和企业删码项目比以往更加慎重。 某些地方甚至清理、停建、缓建了一些项目,客观上也造成了投资增速的放缓。 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有很大空间,未来随着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,随着地方资产负载情况好转,投资增速还可能会出现回升,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不同。 今年以来,民间投资持续向好,各月增速均高于全部投资增速。 数据显示,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来58.9%,比去年同期提高1.3个百分点。 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81.5%,拉动投资,增长4.9个百分点。 在投资增速整体放缓的情况下,民间投资可以实现相对较快增长。 张勇军认为,一是由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向好,企业利润改善,投资回报提升,民间投资得投资意愿可能有所提升,二是随着英里提升,基金状况又好转,资金来源和投资能力再提高,三是随着减证放缓,减税降费,等一系列政策。 测测措施的趋势实施,营商环境建议不改善,企业的成本降低。 数据显示,一到五月,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同比减少0.3亿元。 数据五,机电产品出口,增长7%,占出口总值的58.6%,出口机制增效稳步推进。 上半年,货物品出口总额141227亿元,同比增长7.9%,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宋平介绍说,今年上半年,得益于国内,国际经济良好的基本面。 我国对外货易进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,外货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。 上半年,进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。 在出口方面,机电产品出口保持增长。 上半年,我国机电产品出口4.4万亿元,增长7%,占我国出口总值的58.6%,其中,电汽及电磁产品出口增长8%,机械设备出口增长9%,同期,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,下降4.1%。 数据6,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,实际增长6.6%,快于人均GDP增速。 经济发展成国会及人民群众,上半年,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,063元,同比民意增长8.7%,扣除价格因素,实际增长6.6%,毛胜勇介绍。 这一数据和一季度持平,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。 按人均计算,快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,从工资水平来看,继续保持增长。 今年上半年,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比上年同期增长10.1%,分数提高2.1%,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3660亿元,同比增长7.5%. 张立群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,今年来保就业政策的综合效果持续显现,就业形势总体向好,加上精准扶贫等支持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政策效果,居民收入总体保持平稳增长,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。 这些因素支持了市场消费平稳增长,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较为活跃。 数据7,调查失业率4.8%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,6月份,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.8%,与上月持平,比上年同月下降0.1个百分点。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,连续三个月,都低于5%,5、6月份是4.8%,这个水平是2016年,国家统计局,建立全国劳动力阅度调查制度以来最低水平,达成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.7%,毛胜勇说。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在署名文章中表示,今年上半年,在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和积极就业政策持续发力的支撑下, 我国就业形势继续保持稳重向好走势,成正就业规模持续扩大,就业结构继续优化,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。 数据吧,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.5%,经济发展质量,效益持续提升,经济发展往中向好,企业利润也保持比较快低增长。 1-5月份,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7298亿元,同比增长16.5%,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.3%哦,比上年同期提高0.35个百分点。 税收收入情况,也反映出企业效益的提升,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和算自负资上正小应介绍。 上半年,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,增长15.3%,比上年同期增速提高6.4个百分点。 同时,与企业盈利水平相关的企业所得税,增长13.5%,反映经济发展质效继续提升。 在各类企业中,央企交出的成绩单尤其亮眼。 上半年,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3.7万亿元,同比增长10.1%,实现利润8877.9亿元,同比增长23%。 6月份,央企实现利润2018.8亿元,单月利润突破2000亿元。 这在央企历史上还是首次,创下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。 数据9,服务业对经济增长,贡献60.5%,经济结构继续优化。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压仓实作用继续巩固。 从上半年数据来看,经济结构继续优化,转型升级效果明显。 从产业结构看,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22,087亿元,同比增长3.2%,第二产业增加值169,299亿元,增长6.1%,第三产业增加值22,7576亿元,增长7.6%,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比第二产业快1.5个百分点。 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54.3%,比上年同期提高0.3个百分点,高于第二产业13.9个百分点。 说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压仓实作用在继续巩固。 工业转型升级在加快推进,农业种植结构在不断调优。 数据时,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.7%,工技测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, 据产能取得明显效果。 上半年,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.7%,比一季度提高0.2个百分点,比上年同期提高0.3个百分点。 从更长时间来看,2015年一季度至今,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一直在上升通道中。 今年上半年工业产能利用率比2015年到2016年时的平均水平,提高了两个多百分点。 张勇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,这反映出工技测结构性改革, 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,尤其是在质产能方面。 近两三年,作为重点行业的钢铁,没看到,化解过上产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。 同时,企业钢杆率和成本也继续下降。 5月末,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.6%,同比下降0.6个百分点。 中央企业整体负债率有稳重有降。 据国资卫新闻发言人彭华杠介绍,到6月末,中央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60%哟, 比年初下降了0.3个百分点,同比下降0.5个百分点。 降0.1个百分点就不得了,所以都是很不容易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